根据中国央行现在的频繁放风 央行即将在二级市场收购国债 央行期待通过这样的做法 向整个金融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原本持有国债的各种机构 将手里的国债卖给央行之后 毫无疑问 他们手头的现金就宽裕了起来 这些钱又可以再次进入流通领域 从而带来更多的现金流动 这种做法 其实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欧美和日本央行的QE操作 Quantitative Easing 量化宽松 然而这样的操作 在欧美日可以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绝对不可以 在中国执行QE操作 由央行收购国债 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只会带来灾难性的通胀潮 要理解这一点 我必须从金巴布围的通胀潮 开始说起 金巴布围位于南部非洲 矿产资源和水资源都算丰富 金巴布围于1980年独立建国 独立前的金巴布围和南非一样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离开金巴布围的时候 留下了700万人口和相对完善的道路 物流 教育和医疗体系 全国主要的矿产资源都经过了详细勘探 并且已经有了不小的开采规模 这些勘探资料和已经开发的矿山 全都无偿移交给了金巴布围政府 英国人唯一的势力遗存 就是全国大大小小6000多个种植园 作为私有财产 还控制在英籍白人的手里 此时金巴布围的黑人 基本上都有工作 有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 生活都算富足 然而 我们都知道一条颠仆不破的真理 黑人从来都不可能管理好一个国家 曼德拉彻底毁掉了南非 奥巴马几乎毁掉了美国 现在金巴布围的穆加倍总理 也将再次向我们证明这条真理 金巴布围独立后的前十年 继续执行英国人留下的经济政策 也就是南凯斯特大厦条约 保持对矿业机器下游的冶炼 加工行业的投资 并因此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 铜和煤炭资源提供国 同时 金巴布围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一步步完善农业灌溉体系 农业的发展也是逐步提升 所有的转折都源于1987年 此时的穆加倍已经在位七年 以圣人自居 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小小的总理 于是他主持修改宪法 改为执行总统制 并大幅提升了执行总统的权力范围 穆加倍从总理转任总统 对于这一套操作 中国人当然十分眼熟 这里也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释 此后穆加倍总统唯一的兴趣 就是广泛培持亲信 建立军事独裁型的政府 对于经济建设变得毫无兴趣 我反复讲述过 矿业和制造业依赖于统一的大市场 依赖公平的市场环境 依赖平等的交易地位 独裁政府与工业文明之间 在根本上就不相容 于是津巴不为的矿业 及其下游的制造业 迅速的就萎缩了下来 新的矿山投资一夜归零 无论什么境内还是境外资本 全都停止了这种大型投资 旧的矿山也因为缺乏维护 而逐步停止运转 至于矿业下游的冶炼和加工制造行业 也因此迅速消失 与此同时 政府的税收收入当然大幅减少 为了维持曾经的社会福利体系 政府的财政赤字猛烈扩大 支出规模逐渐超过了收入的一倍 政府收理没钱 于是各项基础设施都缺乏维护 连路灯的电费都支付不起 于是只不过到了1990年代末期 短短十年时间而已 曾经富足安定的津巴不为 就返回到了原始时代 这样的经济局势 引发了津巴不为民众的巨大怒火 于是全国范围内 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 此起彼伏 穆加倍总统对此予以疯狂镇压 但始终无法压制老百姓的怒火 而他镇压民众运动的行为 本身就是国际社会的机会 美国和欧洲都对他给予了强烈的谴责 而穆加倍总统的回击则是奉劝美国人不要干涉津巴不为的内政 对这样的对话 我们中国人当然也是非常熟悉 经济的坍塌 不仅损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穆加倍总统的亲戚们的利益同样受损 此刻的穆加倍总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大招 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分配给全国的穷人 这一招彻底摧毁了津巴不为的经济 农场种植可以容纳的就业人口本来就非常有限 即使将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全部没收 也只不过是容纳几十万就业人口而已 此时津巴不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1100万 就这样的人口规模 必须要通过发展矿业及其下游的制造业 才能解决就业问题 白人农场主的那点土地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没收的也没什么意义 不过此时的穆加倍已经顾不上了 他于2000年6月发布 加速土地改革与重新安置计划 俗称快车道计划 直接从白人农场主手里无偿没收土地 然后分配给他想象之中的穷人 到2003年 穆加倍政府骄傲的宣布 全国范围内的白人农场主已经被全部消灭了 毫无疑问 独裁本身就意味着腐败 穆加倍政府的土地分配 当然也不可能公平公正 根据此后 西方各国研究人员做出的抽样调查报告 有接近一半的土地 被穆加倍的亲信群体 也就是公务人员和关系户获取 然后长期丢荒 并不进行有效开发 而即使是分配给了真正的穷人的那一半土地 也因为缺乏灌溉沟渠方面的投资和维护 产量也是剧烈萎缩 本来没收白人的财产 就属于公然抢劫行为 已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外资集体撤退 结果没收之后的种种骚操作 还造成了全国种植业的整体坍塌 于是金巴布韦经济彻底坠入了深渊 这接下来的故事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节奏了 金巴布韦政府的财政赤字 继续猛烈扩大 支出规模超过了收入的两倍 金巴布韦央行 开始直接认购财政部发行的政府债券 也就是QE开启了无毛印钞模式 金巴布韦政府当时的辩解 就跟现在那些中国白痴说的话一模一样 我的这种货币操作手段 跟欧美日政府的惯常操作一模一样 他们可以这么印钱 所以我也可以 然而欧美日政府的QE操作 是建立在两个关键点之上 首先美元欧元和日元 全都是全球性货币 具备国际信用 因此货币超发的风险 也是由全世界承担 而不是由其本国独自承担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们的财政部和央行 全都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 以美国为例 在美联储这边 它的QE操作是有限期的 限期一到 央行必须卖掉 手上持有的政府债券 即使当时的售价是吃亏的 也必须卖掉 以实现央行缩表的目的 就比如最近这一波QE结束 自2023年以来 美联储每个月都要卖掉 950亿美元的债券资产 无论期间债券市场如何变动 美联储的缩表行动都雷打不动 亏了挣了都要卖 而在财政部这边 他必须坚持还债 无论他的还债资金从何而来 他必须履行还债的动作 美国财政部的日子 一直都过得紧巴巴的 日常工作只有一件事 筹钱还债 为了通过财政部的年度资金预算 美国国会整天吵架 一旦炒不出结果的时候 所有美国政府雇员都发不出工资 政府机构全都得被迫关门 让全世界看笑话 然而恰恰就是这样 看似窘迫的操作背后 所存在的强大的内部制衡因素 赋予了欧美日政府 以极高的信用等级 即使他们全都债台高筑 只要他们依然还能够保持内部制衡机制 并且能够做到坚持还钱 他们的债券市场也都能保持稳定 货币币值也因此能够保持稳定 现在换成金八部为政府 穆家贝已经实现了独裁 大权在握 所有的政府机构负责人 都只不过是他名下的走狗罢了 央行和财政部之间 还能保持操作上的独立性吗 央行的PUE操作有期限吗 到期了就要抛售手上的债券吗 财政部制定的预算 本身就是穆家贝的个人意志 还有人敢提出质疑吗 还需要拿到国会上去辩论吗 这些内部制衡全都是瞎扯淡 金八部为央行收购了财政部发行的债券 他唯一有胆量采取的操作 就是直接注销这批债券 并且不再需要财政部偿还 只有这样 央行行长才能保住他的小命 不至于被沐家贝在半夜拖出去枪毙 于是 从2003年开始 金八部为的PUE操作持续到了2006年 货币体系就彻底坍塌 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无法统计的程度 大致上应该是每天贬值2到3倍 一直持续到2009年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每天乘以2连续乘1000次 2的1000次方 最后得出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 到2009年4月 金八部为政府已经印出了免值100万亿的纸币 就这样的纸币 一公斤都买不到一个鸡蛋 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独裁者沐家贝对此万般无奈 面对客观经济规律 即使你在人世间再如何独裁 再如何揽权 也无法对抗 于是沐家贝只能宣布废除本国纸币体系 直接流通美元 神奇之处在于 在转而流通美元之后 金八部为的经济反而出现了一波起色 首先 金八部为央行相当于消失了 再也不能无毛印钞 政府手里没有多少美元 也不可能大手大脚花钱 所以财政超支的毛病 当场就被治愈了 当时金八部为的经济 早已退回到了原始时代 所有的现代产业都已消失 连种植业都接近消亡 然而沐家贝还强硬维持着庞大的政府体系 养活他的追随者 现在废弃了本国货币 金八部为政府手里的一点美元储备 也不可能再继续维持庞杂的政府体系 于是大幅裁员 反而还减少了对经济的进铺 底层的老百姓 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 居然迅速焕发了经济活力 尘封已久的矿洞 还有下游的冶炼加工行业 也有了一些新的投资 并因此带动了就业的增长 并且因为在此期间 沐家贝对政局的控制力度剧烈下降 金八部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力量迅速成长起来 2013年 在反对派的努力之下 金八部为通过新宪法 极大的限制了总统权力 比如总统不能再随意解散国会 同时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沐家贝此后的日子就一天天难过了起来 2017年11月 金八部为军方发动政变 软禁了执政长达37年的沐家贝 沐家贝被迫宣布辞职 然而这场政变进行得非常不彻底 沐家贝个人宣布下台之后 得以安详晚年 他的家族成员一个都没有被清算 他们依然把持着整个国家所有的重点部门 并实际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到了2019年2月 沐家贝家族不甘心就此被边缘化 要恢复权力 就必须大范围的收买支持者 这种收买必须要有钱 也因此必须掌控货币发行权 于是沐家贝家族 推动了从深渊坠入地狱的最后一步 禁止美元在金八部为的流通 恢复央行的职能 重新发行金八部为货币 当然了 沐家贝的家族成员们 再次喊出了中国的白痴们酷爱的口号 既然欧美日都可以听译 那么我们也可以 不会有任何疑问 这就是终点 恢复货币发行之后 短短一年 仅仅只是到2020年 金八部为的通胀率就暴涨到了557% 再之后就是每年物价上涨3-5倍 到现在这一刻 金八部为人民又已经彻底抛弃了新发的货币 回归到了一屋一屋和黑石美元的阶段 至于金八部为政局 也再次陷入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状态 反对派势力与沐家贝家族势力之间激烈交锋 看起来除了爆发内战 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以脱离地狱 在了解金八部为的历史之后 我现在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再是问题 中国央行真的有脸搞QE吗 我的结论直接摆在这里 只要中国央行开启QE 直接下场买国债 那么人民币就必然会金八部为化 并且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更大 信息化程度更高 现一番动全身 市场的反应更加敏锐 因此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将会比金八部为还要快 还要酷烈 金八部为无毛印钞三年 才带来了酷烈的大通胀 中国一年都用不了 哈哈哈哈